中国宣布对台湾地区暂停天然沙出口 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名 让这个小粉又再度激愤人心 现在是打得最痛的 弯弯一想不到 直接等经济崩溃 最后哭着来求统一 实现伟大祖国统一中国梦 一想是吧 你回家去洗洗碎 为了不显得尴尬 中国官方开始变风向了 一些官媒开始逐渐的改变风向 他们说佩洛西访来属于个人形成 不能代表美国官方 所以说我们如果动武 那我们就输了 就上了美国人的档 并且中国官方共青团中央说 是佩洛西在发动这场战争 所以风向完全就变了 首先我们不打 我们说这是佩洛西在发动这场战争 如果我们要打 那我们就上了美国人的档 我们就上了美国人设下的圈套 我也带大家来看一看 昨天佩洛西还没有去到台湾的时候 中国官方就在中国的各大社群媒体开始渲染 说佩洛西胆敢去台湾 若他去台湾 我们就拭目以待 因此这个新闻也冲上了中国新浪微博的第一名 同时也因为这则新闻 一些小粉红的留言也再次得以出现 在hashtag若佩洛西敢去台湾 那我们拭目以待的这个话题之下 有网友留言 他有这个胆去台湾 那我们就有这个胆把他打下来 请参照中国国防部的最新发言 已经表态了 接下来明天就等佩洛西取消访台的新闻吧 明天就看结果了 大局已定 我想也不用等结果了 四个人都能看到结局了 你不是人 外交部 国防部都发了最严厉的警告 睡了大结局吧 今天你又在follow吗 今天你有追剧吗 我不晓得这些小粉丝今天也没有追剧 今天已经大结局了 可能跟你一想的结局是不一样的 洗洗睡吧 大结局已经确定了 中国台湾四个字以后可以去掉中国的开头 直接就像河南省一样的台湾省 台湾人可以光中耀祖了炎黄子孙 没啥期待 外交部警告了 国防部也给了最好的警告 应该是最后的警告吧 这些小粉丝每次都打错字 这个文化水准也太低了吧 现在就看美国和台湾怎么打圆场了 反正把中国已经激怒到了这个尴尬份上 你也知道很尴尬 我们不打也不好收场 你们还真的很好收场 只要那个官媒一改风向 小粉丝的大脑就跟着风向跑 对不对 反正你们没有思考 你们没有大脑 究竟根本还是台湾人自找的下场 哈哈哈哈 今天我觉得两种结果 第一 佩洛西取消行程 最有可能 二 佩洛西冒险侵入中国台湾 可能性不大 中国为了保卫台湾 极落外来入侵者 实现国家统一的伟大梦想 等了70年 等了快100年 也没有等到 不好意思 这个伟大梦想 还是没有实现 你说大结局 还没有大结局 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结局 还是今天这个就是结局 这也不知道 反正都是你们说了算 你们赢了 又赢了啦 赢麻了啦 我觉得没有打也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现在疫情很严重 不聚集 不外出是国家政策 不然大规模军事聚集 就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清零工程 也就直接上了美国人的档 这个原厂打得非常好 打得非常响 所以说还是美国的原因 美国想害我们 疫情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 所以是美国人设下的圈套 这个解释这个台阶 非常设计的很好 其中也有一则调侃中国的微博的贴文的截图被截取下来 当然 他的这个微博账号已经被封锁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来讽刺的 今晚我们拭目以待 祖国和我总有一个要打飞机 祖国不打 我来打 裤子都脱了 等着打飞机 以上呢 就是昨天 佩洛西还没有去台湾的叫嚣 今天我们看到微博的包括中国官方的立场开始拙见了 是慢慢的开始调整风向 其中有一些相关的媒体就说 这是佩洛西个人的行程 不是美国官方的立场 美国应该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等等等等 希望美方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不要一错再错 同时也说我们没有动物 如果我们动物了 就上了美国人设下的圈套 所以说这个台阶设计的很好 同时呢 我也得到一个来自于中国上级的一个内部消息 关于今天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怎么去给国内民众一个交代 一个台阶下 上级呢 有两种方案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方案呢 就是制造一个假的坠机 宣称击落台湾国军一架战斗机 这是第一种方案 这个我不晓得以后有没有 目前来看没有制造假的坠机 第二个方案是 再次使用深冬集息转移焦点的方法 使用娱乐新闻来压制 邀请吴亦凡上电视认罪等等 我觉得这个吴亦凡如果来上电视认罪 就为国家立下了大功 可以适当减刑 甚至可以特赦 就当庭释放 那还有第三个方案 就是通过其他方式来代替 比如制裁台湾 但最好不要制裁美国 禁止一些稀有物资出口台湾 这个不是同一个国家吗 为什么要用出口这个词呢 对不对 有间接台读的 在发布新闻告知全国民众 对台湾进行了最大力度的经济制裁 过一阵子联络台湾统派人士 比如统促党 让他们在台湾上街游行 宣称制裁导致台湾物价上涨 百姓非常反对台湾当局 希望台湾和大陆友好 基于同一个民族 把制裁的矛头归咎于蔡英文政府 但是前面两个我们现在都没有看到 恰恰第三个 今天在中国实行了经济制裁台湾 今天中国宣布 对台湾地区暂停天然沙出口 我也不知道天然沙是什么东西 并且这条新闻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名 让这个小冯又再度激愤人心 虽然说没有看到武统 但是大家跟着这个风向走 我们就看一下这些小冯的反应是什么 经济战才是关键 台湾人最怕看到的局面 想不到最后档头一棒 比预测的实弹更惨 这就是战略 这就是现代战争 哇塞 哈哈 台湾人估计后悔死 美国人去台湾没得到好处 结果被祖国严厉制裁 笑死 我不晓得今天是台湾人笑死 还是这些小粉红笑死 国家现在不打 说明是有心的应对策略的 台湾人好头痛 台湾当局对于我们的策略一无所知 毫无头绪的时候 就是我们策略的成功之处 这些小粉红真的 我觉得每一个都可以去中国的宣传部工作 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中宣部 你们都可以去应聘了 去投稿简历了 大局一定 这种情况下 我们完全敢调侃说这句话 如果佩洛西感冒着被极弱的风险降落台湾 我们一起直播 倒立吃死 否则台湾人吃我们死 估计台湾人连赌都不敢打 吓得回去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了 哇 这个也是勇气可嘉 还说大局一定 这种情况下 我们完全敢调侃说这句话 你是哪里来的自信呢 还是说书上告诉你要大国自信文化自信 但是没有讲吃死自信 没啥期待 外交部警告了 国防部也给了最好的警告 什么叫最好的警告 你应该是想说最后的警告 你看这些小粉红的这个文化水准 天天打错字 现在就看美国和台湾怎么打原场了 反正把中国已经激怒到这种尴尬份上 是真的蛮尴尬的 但是现在啊 更尴尬 我们不打也不好收场 究其根本还是台湾人自找的下场 哈哈哈哈 我觉得没有打也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现在疫情很严重 不聚集 不外出是国家政策 不然大规模军事聚集 就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清零工程 也就直接上了美国人的档 这个台阶设计的很好 这个归咎又是归咎给美国 美国想破坏我们这个伟大清零工程 好不容易大家都白白封城那么久 如果就因为这个美国人设下的这个圈道 我们中了 那就浪费这么多人 白白牺牲封城 三年的时光都浪费了 对不对 的确这个国家考量的真的是非常的足道 第二个留言也是一样的 我不晓得他们是在哪里看到什么文宣吗 还是真的是他们自主发的吗 因为这则留言跟上一则还蛮像的 他说我觉得没有打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一现在疫情很严重不聚集 不外注视国家政策 连文案都是一样的 只是稍微的有些改动 不然大规模军事聚集 就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清零工程 也就直接上了美国的档 OK我刚刚已经听过了 第二他还有第二就不一样了 中国一向是主张和平的外交政策 我们不主动挑起任何战争 这是情有可原的 今天看到很多官方媒体都发布了 说明国家的政策还是以和平外交政策 也体现了大股的风范 现在打经济战是台湾想不到的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连我都没有想到 最严重的警告 最惨痛的这个警告 大家都以为是那个会实弹 还是在家里打飞机 还是经济战经济制裁 真的想不到 我觉得台湾人也没有想到 好尴尬 哈哈哈哈这个策略好 突然打经济战 台湾肯定没有预判到 打他个挫折不及 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非常棒 跟他们掌声笑死 真的是笑死的 感谢小冯提供了我们一天的笑料 但是小冯说的其实也挺有道理 我也没有想到国家策略真的很难捉摸 你看大陆人都不知道 这也是成功的 竟然说这也是成功的 连我们自己大陆人都没有想到 哈哈哈哈鼓掌 终于有一刻不算是小冯 他就是比较失望 但是他也是提倡武统 他说真的很失望 我昨天跟在美国留学的同学打赌也输了 我非常认为国家这次会出手 结果输了100块不说 啥也没发生 这我不知道咋说了 明明打台湾一天不到的事 用得着一直拖着吗 笑死也有小粉红 很失望的时候 经济战是打得最痛的 弯弯一想不到 直接等经济崩溃 最后哭着来求统一 不费一兵一卒 实现伟大祖国统一中国梦 想着吧 你回家去洗洗睡 就像很多人说的 洗洗睡 你在梦里什么都有 我是在台湾留学的 我觉得很难打起来 之前有个朋友每次问我 几年前就问我 大陆要打台湾了 你怎么看 回国吗 各种问 先后好几次问我 我每次都说 我觉得不会打起来 他不信 结果这次 我主动去问他 听说这次真的要打了 你期待的 结果他回复我说 已经不关心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相信国家最终的决策 是深思熟虑的决策 中国决策层都是身兼白战的 国家不打台湾 是因为考虑到台湾都是中国人 但是蔡英文冒着台湾人 被打的风险 接见美国人真的是吃相难看 台湾人被美国人洗脑的太深了 没打成 或许是考虑到 现在台湾疫情也很严重 很多人都在家里面隔离 居家办公 如果打起来 很多人在室内根本没办法躲 很危险的 而且看微博上说 台湾疫情特别严重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封城 如果都封在家里 我们动用武力 被迫伤害到五股百姓 我们是要背锅的 明明我们是受害者 所以国家也不傻 经济打击是对台湾最致命的打击 台湾依靠大陆这么多年才发现起来 你是打发展起来 在想问文化水准 怎么一个一个的都有错别字呢 台湾依靠大陆这么多年才发展起来 如果今天突然大动作 大范围制裁台湾 估计台湾很快就撑不了了 到时候台湾人自己就意识到台湾政府的失败策略 喂 喂 这招狠 我以为今天会打起来 但是打仗我们肯定有所 有所思 但是经济制裁我们不损失啊 哈哈哈哈 不知道台湾那边啥反应 肯定万万没想到 对啊 我自己都没想到 真好厉害 经济战这个太绝了 哇塞 我估计台湾都吓尿了 这个真的没有想到 不得不说 我也很意外 但是听新闻说台湾经济将会受到严重打击 你这个新闻是从国内新闻看到的 那没有问题 我就明白也放心了 总之今天好好开心一下 吃个日本寿司 晚上吃韩国烤肉 明天再去买个国产手机送给妈妈 不买台湾货 小粉的记忆啊 只有三秒 前几天还说要制裁日货 抵制日本 今天就说晚上吃个日本寿司 吃个韩国烤肉 明天买个国产手机 就是不买台湾货 看到很多群都在转发抵制台湾产品了 我也呼吁我的朋友 看到的一定点赞 转发评论 一起抵制台湾货 我朋友会翻墙 他看了直播 但好笑的是 听说佩洛西坐着 翘着二郎腿 蔡英文只能站着 与其说是谦卑 不如说是自卑懦弱 矮化自己 卑躬屈膝 说白了就是主人和狗 因此这战 我们不打以罢 蔡英文以自取其辱啦 笑死 真的不知道谁笑死 居然把这个谦卑啊 说成是那个自卑 我不知道是你没有素质还是什么 我相信每个国家领导人之间 发表一些什么演讲的时候 来宾做的是没有问题的 你要发表你站到讲台上去发表 那是很正常的 你把这种谦卑啊 说成是自卑 那我觉得你真的要么是自大 要么是真的没有素质 他可能说的就是这张照片 但是啊 我自己也去查证了一下 其实佩洛西也有站着 蔡英文也有做的时候 当然我们不会说 美国低台湾一等 不会 这个就是一个礼 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 更具报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内容